你是否有内心痛苦挣扎的经历 比方说要做的是很多 但因为想太多 缺乏自信心 觉得自己不够好 每次下定决心要做一件事 总被前方的障碍 羁绊着自己往前行 造成自我分心 好像做了再多努力 也达不到目标 因此常有 做了又有什么用呢?的想法 事后再告诉自己 早知道我就应该怎么做 的后悔中度过 如果你想真正从内心改变自己 迈向你想要的人生 就请继续往下看哦 生活中一些负面的情绪 对我们的人生的确造成很大的影响 比方说面对考试或面试 因为过度紧张而表现不尽理想 失去更好的机会 害怕在公开场合演讲 影响了工作升迁 或对某些事有恐惧感 而把自己局限在小小的世界里 又或者成瘾的坏习惯 影响了人际关系和身体健康 甚至对家人有着纠结的情绪 容易陷入不愉快而有口角冲突 很多时候在家人、朋友、工作和自我之间 难以找到一个平衡点 而产生压力 日子久的压力慢慢变成忧郁和焦虑 这对很多人来说是很惶恐 而且无助的 静下心来 想一想 如果 你可以改变这一切 让自己过得更快乐 用更平静的心去看世界 更能掌控自己大脑的思维 你的世界可以是多么的不一样啊 想象你的生命是多么的多姿多彩 充满活力与动力 感觉自己有能力去创造自己想要过的生活 改变是可能的 其实你自己早就拥有改变所需的资源 只是你可能不知道如何去运作 这就是为什么 NLP 是一套值得我们去使用的方法 因为它也许就是那把钥匙 当你开始把这些方法应用在你的生活里 它将为你的人生开启 无限的可能性 NLP 是英文Neuro Linguistic Programming的缩写 中文翻译成神经语言程式 从字面上清楚的可以看出 它的组成包含了三个最具影响人类行为的要素 N Neuron 指的是神经系统 也就是我们的思维 人类透过视觉、听觉、嗅觉、味觉 以及触觉无种感官 摄取外界资讯的同时 我们每个人独特的神经系统 会像过滤网一样 把外在体验过程中所得到的感觉 进行内在思考 在依据我们过去的经验和所了解的 描述为意识事物 经由神经系统传达到大脑 大脑再发出指令到肌肉 以便我们做出反应 而这里特别指的是身体语言 因此下一个字L Linguistic 就是指语言 指我们的头脑和身体之间的联系机制 所使用的语言模式 我们的大脑无时无刻都在和我们的身体传递交流着 并且把结果反映在有意识的口语 或者无意识的肢体语言上 什么是无意识的呢? 比方说 想象你现在口中含了一颗酸霉 你可能口内会产生一些唾液 甚至有酸酸的感觉 或者想着会让你感到紧张的事 你可能刹那间会觉得心跳加快 而且呼吸变得急促等等 也就是说 神经和语言之间的相互作用 影响了我们的身体和行为 这引领我们到下一个字P Programming程式 也就是综合前面两者 把组织神经系统和沟通方法的元素 经过排序及归纳 成为某些模式或策略 借此来表达某些具体的目标 换句话说 我们的思想、感受和行为 所有内部的形式 都是依据我们个人 打从娘胎到出生到现在 所有我们已知或经历过的一切 经过时间的增长 而成为习惯性的模式 正因为我们的意念、感觉和行为 只不过是习惯性的程式 因此可以藉由提升我们的思想的软体 并凭借改善思想和行为的重复程式 便能够在行动中取得更满意的效果 我们每个人都很独特 因为我们看到什么或经历过什么 只有我们自己知道 没有第二个人跟我们有相同的经验和感受 我们面对一件事情反映出来的思维 情绪和行为 可能是过去当时对我们深具意义的一件事 或者一连串我们经历过的事件 造成我们今天会有如此的反应行为 NLP可以透过种种技巧和方法 让我们重新对这一件事或这一连串的事 赋予新的意义和价值 经过不断重复的练习 改变我们的惯性行为 想想 在面对群众公开演说或考试时 你不再感到紧张或害怕 又或者对某些事物再也没有恐惧感 戒掉成瘾的坏习惯 让NLP帮助你 拿回大脑思维的主导权 拥有一个更快乐的人生 活在一个你梦想中的理想生活 如果这支影片对你有帮助 请帮我按赞和分享哦 如果你还没有订阅频道 请急行动 谢谢观看 我是Jackson Lai 我们下次见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